哈喽大家好我是哈尔利 欢迎来到哈尔利物 今天又回到了我的快递的工作场所 就是我的门店 那为什么今天在这里给大家录视频呢 因为有点不一样 之前的话很乱乱糟糟的 那因为是2022年新年嘛 所以我们花了两天的时间 把整个快递的门店整理了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可能以前对我们店有些了解 或者看过我之前的有个视频的话 会知道确实有点不一样 如果你来过我的门店的话 那你可能更加会有一点点感受 如果你来到我的店 会有一种欢然欲心的感觉 为什么要去整理一下呢 因为确实挺乱的 还有就是2022年嘛 我们要有个新的开始 我的影视方面啊 冲浪方面啊 我相信也会有一定的进步 那我就生意 等于这是我的经济来源 主要的影视方面的话 确实是不赚钱 甚至还要贴钱进去 所以的话 那这一块我必须把它给做好 就是弄得更加让客人感觉到 是一个能够给他们带来价值 或者说让他们觉得很舒服的一个地方 好了废话不多说 我们进入主题 这是我2022年的可以说是第一支视频 上一个新年的视频其实是在新年之前录的 那今天是正式的第一个视频 那先给大家讲一个笑话 前两天我看了个视频是一对白人小夫妻 他们中文说的特别棒 然后因为他们在台湾生活工作过 然后就是总体来说 感觉跟我们华人很像 就是对疫情的认识啊 各种都比较接近 就是比较注意防护嘛 但是没想到他们还是中招的 因为这个Omicron 这个病毒还是确实太厉害了 然后他中招之后呢 反应还蛮强烈 然后就打电话给亲戚朋友告诉他们 你知道他的亲戚朋友怎么回他的吗 那一句话把我给逗笑了 当他告诉他们之后 他的亲戚朋友说 这是你第一次得吗 第一次得吗 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觉得很好笑 反正我觉得特别好笑 就是说明了一个 就是说目前Omicron和目前的疫情的状况 以及是就是我们亚裔和白人之间 就是对这个疫情的这个反应是很不一样的 那华人的话还是比较的小心 防护的会比较好 就其他的美国人的话可能会就比较大一点 然后甚至得过很多次 哎还有一点就是包括我们之间啊 可能都有人得过但不知道 因为现在病毒已经变异了 他就是症状不明显 你可能得了 但是你可能没有任何症状 所以的话 我想说的就是 现在这个情况下就是目前这个情况下 大家还是非常要注意注意防护 就戴口罩啊之类的这些 多注意一下 尽量的少跟去特别多人的地方 当然如果你万一中招了也不用太担心 可以去查一下资料 真的不是那么可怕 多去锻炼身体的那个身体状况比较好的话 那你抵抗这个病毒的能力也就比较好 现在多数其实是中招 但是都是轻症或者无症状 所以大家既要小心也不要太担心 OK这就是我第一个要分享的 第二个就是 我新年嘛2022年 那第一个一月份的话 我是没有任何片子拍 但是我去做了几个audition 然后马上二月份的话 从五号开始会有一个片子拍一天 然后从11号开始有六天会有另外一个片子 这两个角色对我来说都是蛮 我蛮喜欢的 就是有多的一些表演的空间 所以我也是一直在做准备 然后努力的去演好它 希望今年有一个新的开始 还有就是关于冲浪 新年第一冲 2002年1月1号 今天第一次冲浪 今年的第一次冲浪 然后下午还要去玩 2022年新年开始到现在 我去冲了三次 但是我的视频都还没有做出来 你知道为什么 我的电脑 已经是一个老机器了 就是已经 里面视频太多了 所以整个机器就动的运作的非常慢 我当时1月1号去做了冲浪和滑雪的挑战 那个视频按理来说 现在是现在已经是18号了 所以已经拖了十半个月了 还没有出那期视频 然后接着又去了两次冲浪 去了两个不同的海滩 非常漂亮 在Laguna在小区那边 有一个叫做T Street Beach 还有一个是San Calumet 那个海滩 就是所谓的小连昌附近 那两个都非常好 但是我们最后还是决定呢 回到原来Sunset Beach 那个海滩去多冲 把基础打好 这个我也是视频里面说来说去 就是基础要打牢 而且坚持 好了 这就是我2022年第一支视频 就说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欢迎点赞 如果你关注我的视频的话 那我就万分感谢了 如果不想错过我之后的视频的话 那点开那个小铃铛 这样的话你会收到我最新视频的通知 谢谢大家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吧 OK 我们出去 去人多的地方呢 还是要记得带上玩家 好 快点对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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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焦 对焦 好吗 对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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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对好了 OK 好了 这就是我 好了 这就是我2022年的第一支视频 谢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你 OK 这下对好了吧 对好了吗 我求你了 对好了吗 对好了吗 对哈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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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这下已经对好了 OK 对着我就好了 OK OK我们最后一条好吗 对好了啊 求你了 好了 这就是我2022年的第一支视频 好了 这就是我2022年的第一支视频 好 好